这个歌会再起来 これは一回一天 这是一回一天 电视台明天要来秀王这边拍节目素材 这事呢还是由晓岳负责 一会儿我把节目组的电话 发给你 好 谢总 我们约了物流公司的车 明天早上过来 去新疆参加 飞翼展的刺绣作品和 零售货品 明天早上就要打包发过去了 我跟您说一声 物流公司的车 能不能让它晚一点再过来 谢老师为了飞翼展 秀的那个期讯图啊 我想让节目组拍一下 行 我去沟通 你和张晓岚 什么时候去新疆 我和哥子后天先过去 谢华朗老师跟他徒弟 下周去就行 好 那就先这么安排 叶森 合同呢 盖上 送给大家尝一尝 阿叔 来了 来来来 来 走 我尝尝 来 大侠 你也尝尝 外地厂我来的 村里黄欣欣签的线 他朋友村产核套 让我们帮着卖 怎么样 不错 脆 饱满 但是 我们要去原产地看一下 没问题 大伯 老婆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来了 谢谢师傅来了 来 大姑 喝茶 好 阿姨啊 我过来就是想问问 那个酒店要木丁画的事 谈得怎么样了 我本来是想等确定了 再跟您说的 是这样 我那个搞设计的朋友 是这么跟我说的 那个艺术酒店的老板 本来是想在每层楼的走廊玄关 都挂一幅木雕画 但是呢 现在吧 他想在酒店的大堂 挂一幅大尺寸的木雕画 由您亲自来雕 那其他的地方呢 就挂积调 这样 节省成本 那 那就要一幅啊 那 别人雕行不行 您是周杰的飞衣传证人 那当然是想让您亲自雕的作品呀 我那几个徒弟的手艺也不错 这这要放在以前 家家户户建房子的时候 那找他们干活呢也得排队 是 是 大伯啊 这事都还没有确定 回头我让我那朋友啊 约下那个老板的时间 我亲自再去谈一下这笔生意 算了 您也别谈了 我也不想求着人家办这事 你这么着 你跟他说呀 这个 那个大福的话啊 让他也找别人吧 那 我不缺这活 不是 这怎么叫求人哪 生意不就是靠谈的吗 你用你的筹码说服我 我用我的条件说服你 我谢和水这么多年 我赚钱 我干活都是凭手艺 我从来没求过人 我不是冲你啊 你别生气 你别操这心了 走了 不过你别走啊 算了 走了 不是 我来啊 你还把我没求过 随便 你还把我脚子 我给你想拿着 有很多事 我说是 有些人 有些人 师傅 想弯个路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随便逛哟逛哟 那个 又见面了啊 这里不大 容易碰见 你这是要回小院吗 顺着这条路走到海边 然后沿着海边的公路 一时走 就能看到村子的入口了 好 谢谢啊 怎么了 你不会被蛇咬了吧 你为什么一直盯着他看呢 是因为没见过你 没踩过 你要不先把脚 从牛粪里头拔出来呢 你怎么会被蛇咬过 一字骑马 对 放心 小凯很温顺的 之前啊 是阿远拿鞭炮扔过她 所以她才讨厌阿远的 啊